小弟 在Yesterday 昨天的節目上 就公開講 我說 俄羅斯 他絕對不敢 公然的怎麼樣 發動戰爭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 這幾個歐美國家聯合起來反彈 他絕對 招架不住 所以那個叫什麼 俄羅斯總統叫布丁 是不是 普丁啊 管他什麼丁 小丁丁 做做樣子 人家好歹也是俄羅斯的總統 對不對 給他一個台階下 居然還有人分析 說什麼 戰爭啊 你不要小看啊 萬一真的開打 那些人腦筋不清楚 要打仗 除非是美國 我說在這個年代 除非是美國 他要發動戰爭 各位觀眾 波灣戰爭有沒有打 有啊 伊拉克有沒有打 有啊 為什麼打 因為美國堅持要打 老船長 你真的很聰明耶 你都可以抓到那個key point That's right 沒有錯 老大說要打 才打得起來啊 以俄羅斯現在的國力啊 排老二都不行 所以各位有的時候 太怎麼樣 齊人憂天 你緊張什麼東西啊 啊 股市啊 大跌啊 結果殺在最低點的 歐美股市大漲 美國還漲超過跌的 請問那些賣在低點的 要不要叫一下救護車啊 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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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音啊 這個就是沒有智慧 當然啦 空頭總書令 它總是在恐嚇著各位 從去年不知道幾月開始 已經講了好幾個月啊 說要崩盤 崩了沒 沒有 鬼扯蛋 有一天我說過 你們看到空頭總書令 它突然間在螢幕消失不見了 它的節目沒有了 各位要注意喔 大盤可能要怎麼樣 重挫反轉 因為空頭總書令 撐不住的時候 大盤剛好就會反轉 那就是人性 現在空頭總書令 還在死奧活奧對不對 還在死鴨子嘴硬 表示這個盤 我還要漲 但是 話說回來了 你不能說今天漲這一檔你就追 明年漲那一檔你又追 每一檔你都追在最高點 做股票千萬不能夠有一種心態 叫做見不得別人好 那你就完蛋了 因為有一千幾百檔股票 可以說幾乎每天都有漲停板的股票 那你就去追吧 你永遠賺不到大錢 而且你往往要怎麼樣 被修理 老船長你講這個我們太有經驗了啦 沒有錯 不過我就在講各位 各位有沒有可能 有一點點的耐心 因為一檔股票要大標之前 他都要做震盪洗盤的動作 有些什麼注意看喔 把散戶怎麼樣 踹下去啊 各位是一定要被踹的 對老船長我們也心甘情願被踹 那就對了 我舉一檔例子 看到沒有 波洛威 波洛威4G概念股裡面的第一 這第一個衝出去的大標股 這一段漲上來讓人家怎麼樣 瞠目結舌 哇這種股票居然可以標成這樣 然後呢 這一段投顧分析師沒人講 為什麼 進行了兩個月多的洗盤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投顧分析師看好波洛威啊 換句話說 你去看那些投顧分析師的節目 你是不可能買到這麼漂亮的點 甚至這裡 然後怎麼樣 大標 到了這邊呢 投顧分析師都出來講波洛威了 然後呢 殺這一段的時候 頭顧老師通通都怎麼樣 沒有波洛威了 所以再一次錯過怎麼樣 絕佳買點 然後怎麼樣噴出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洗盤 這邊洗盤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準備來創新高 那結論很簡單 一檔標股在標完了一段之後 如果還要再標一段的話 請問要不要把散戶 踹下車啊 老船長 老船長 好像每一檔標股都是如此 那就對了 你第一波沒有趕上 當然它在洗盤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到它了 你就要鎖定它了 但什麼時候噴出不知道 瞬間拉起來噴出的時候 你往往來不及啊 像波洛威啊 你看著看著 啪一個鎖起來 不好意思 鎖4000張 買不到了 所以有的時候 你必須怎麼樣 你要先買好怎麼樣 等待一下嘛 老船長等待好痛苦喔 那現在意思是說 你想搶銀行 最快是不是 那搶了銀行 被抓去關就不痛苦 都是廢話 散戶永遠有 說不完的廢話跟理由啊 所以我今天 我要在這邊公開的講 中國兩會啊 有很多的股票 蓄勢待發 相關的題材 其中各位可以去查 一共那 相關的概念股沒有幾支喔 其中就有一檔叫F核付 為什麼呢 我說過F核付 他在中國大陸生根很多年了 所以二三線的醫院喔 必須怎麼樣 買單 買他的帳 他做腫瘤的檢測 那個成長的幅度 各位觀眾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 有多大嗎 也正因為這樣的門檻很難跨路 別人都沒有辦法跟他搶 所以他去年EPS 五塊錢以上 今年我說過研究員預估 六到七塊 而中國兩會的題材 現在正要開始發酵 F核付又搭上這個列車了 更不要講他有所謂的可轉載 大股東收啦 你要注意到可以轉換的日期喔 F核付他的CB可轉載 你買了這個公司債以後 你買了這個可轉載之後 幾月幾號可以開始轉換成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啊 為什麼 大股東如果買了很多 那標的物會不會漲 你認為 你認為嘛 大股東看好自家的股票 你當他是神經病還是白癡嗎 當然不是啊 大股東看好自家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啦 因為發財的機會 可能就在你的眼前 那老船長 不要開玩笑了吧 沒有漲欸 啊 飆了一段之後 這邊沒有漲欸 我剛才講波洛威 我是在對牛彈琴嗎 還是我在跟空氣講話 One more time 再看一次波洛威 看到沒有 喔 不是 3163 波洛威 看清楚喔 這邊 先整理一段 這一段不會有人講的 所以這一段沒有人賺到 不要把我騙啦 頭顧老師 不要拿出來表演 這一段殺下來更沒有人敢講波洛威 所以這一段沒有人賺到 頭顧老師不要拿出來表演 不要再騙啦 這邊有人講波洛威嗎 沒有 這邊有人講嗎 沒有 一樣的道理 這邊只有我一個人會講F和負 當然我不是今天講 我在這邊講你不理我嘛 你甩都不甩我嘛 真的拉起來你後悔了 但這一段我繼續告訴你 因為這邊踹下車之後 再拉伸的那一段 我告訴你啊 也是散戶賺不到的 國內只有我一個分析師 會一再的提醒你 告訴你說 一檔股票 它如果漲低一個波段起來 你沒有跟上沒有關係 在洗盤的這個階段 你要特別留意 那老船長 我們就等它洗完了再去買嗎 你很聰明 你很厲害 那萬一 萬一你碎過頭呢 鎖住了怎麼辦 不要相信那些頭顧分析師 鬼扯蛋 什麼我們買在起掌點 見那個大頭鬼啊 買在洗盤點 前面洗都不用買 發動的那一天買 我跟你講這些都是金光檔跟神棍 那常常是來不及 而且你不知道的 所以不要假糕 各位觀眾聽得懂嗎 你必須要老老實實的 在它洗盤的時候 你要忍耐個幾天 因為未來的那個噴出的果實 比你去定存 要好不知道多少年啊 但是我知道所有的觀眾 都一定幾乎不認同的 那該怎麼辦呢 導播我們先進廣告 你很漂亮 是的 是的 來吧 哇 你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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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灣系列 江南大宅 2805 9898 乾杯吧 嗨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您需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許哈貝庫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在線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很好啊 精品家具 一次都溫然買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主奏 憲政時事中 吹記憲啊 請用記憲啊 吹記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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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麼辦呢 各位觀眾 是散戶 它就永遠沒有辦法 去等待那個洗盤的過程嗎 所以散戶永遠沒有辦法 再去怎麼樣 賺到下一個飆升的波段 永遠都是等到 哇飆升了一段 忍不住了 追啊 又怎麼樣 又追在短線的最高點 波羅威就是啊 你知道嗎 等一下 你看波羅威 標準的啊 哇 這邊不買不買不買 追在這裡 追在這邊怎麼樣 殺在這裡 然後呢 又開始拉升 受不了 又追在這裡 追在這裡怎麼樣 又殺在這裡 然後怎麼樣 又拉起來 現在你是不是又想要去追波羅威了 掌停鎖4000多張 一堆人要去買神經病啊 這邊不買 這邊鎖4000多張 買不到 你排隊排給鬼啊 所以我常常講 股票市場有很多人是有神經病啊 欸 老船長真的耶 那怎麼辦呢 你要注意聽喔 你呢 就做一次怎麼樣 跟一般散戶不一樣的特性啊 就你先跑進去當傻瓜 你在那邊等嘛 然後它飆升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賺到 老船長就這麼簡單嗎 那萬一是往下跌呢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講 你當然要去分析 它接下來往上的機率 跟往下的機率啊 你認為何負 接下來是要往下 還是要往上呢 你的依據是什麼嘛 先看看EPS 高啊 看看那個 基本面 還有這個產業的這個 未來的願景 棒啊 那再看看籌碼面 大股東做多啊 為什麼 因為可轉載吃了這麼多啊 那老船長 看起來 是要走波羅威的那種 模式喔 那當然啦 這一波你沒有趕上 我知道嘛 因為我講了老半天 你連理都不理我 我不是今天講何負耶 我早就講何負 你不理我啊 真的飆上來了啊 沒關係 我告訴你 這邊它會洗 會try 為什麼 因為可轉載喔 可以轉換的日期還沒到 幾月幾號到 你不會去查一下啊 快到了 如果各位做股票喔 還是喜歡用追的喔 而不願意喔 稍微等待一下的話 那我沒有話講 我無言啊 因為你 你已經沒有救了 你知道嗎 大股東 主力在做什麼 你看不懂 對不對 波羅威 人家在幹嘛 你看不懂 這在洗盤嘛 飆升 洗盤嘛 飆升嘛 結果你怎麼樣 你都追這邊 殺這裡 追這裡 殺這裡 現在又要來追這裡了 對不對 還買不到 所以你的那個tempo 只會讓你葬身骨海 傾家蕩產 你把我的話聽進去了 你去研究一下 波羅威好不好 好像4G概念股裡面超好的 而且開第一槍的喔 台北股市4G開第一槍的 就波羅威啊 認同的人不多 這個階段沒有人認同啊 誰是波羅威 連聽都沒聽過 然後節目上那些頭顧老師有沒有 你知道 掌拿出來表演 招收會員 一疊一洗盤 通通都不講 所以弄得觀眾 根本沒有辦法買到 怎麼樣 應該買的點 然後一大掌就怎麼樣 拿出來表演 害觀眾都追在最高點 就是這些貨色的分析師 幹的好事 各位懂意思嗎 我老船長 不要你們犯同樣的錯誤 我拿波羅威來教學 來告訴你們 散戶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被人家糟蹋的 被人家坑殺的 這整個局在玩什麼 你們根本看不懂 人家在洗盤 大波段讓你賺你不賺 看到沒有 這裡洗盤 你買在這邊不是很爽嗎 鑽石啊 對不對 你洗盤買在這裡不是很好嗎 我不是馬後炮喔 我告訴你喔 標股都是這樣喔 標低段都要洗盤的喔 你現在看何富喔 何富才標第一段喔 要洗盤喔 接下來標第二段的時候 我坐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大聲的說 我早早早預告 只是你怎麼樣 永遠聽不進去啊 我不要怎麼樣 前面都不講裝死 然後怎麼樣 標上去的時候 再拿出來藥武揚威 沒有用 因為觀眾也沒有賺到錢 我希望看 古海老船長節目的觀眾 你們真的都可以賺到大錢 而且是一筆蠻多的財富 因為何富我在這邊講的時候 你們都不理我 那這一段賺爽爽 你沒賺到 我說沒有關係 因為何富還沒有走完啊 我跟大家報告還早啊 這家公司 你去研究一下 你就知道 它跨路的門檻很高 也就是在中國大陸 它的競爭對手 真的是很難啊 它是生技股裡面怎麼樣 股本小 籌碼乾淨 大股東極力做多的 超級基優生技股 不是那種用喊的 EPS是負的 賺一咪咪的 然後生技股股價炒到天高的 不是 它是非常難得的 EPS非常高的 你不掌握住 第二波發動前趕快卡位 你要等什麼時候啊 老船長 我們喔 等到它第二波又飆出去的時候 我們再來給你POP 真的有在準 對神經病不需要 我不需要各位的掌聲 我是分析師 我需要的是各位能夠賺到錢 賺到錢 你可以打電話來跟我說謝謝 我就心滿意足了 那你如果要來參加我的會員 這樣你才能夠從頭吃到尾的話 那我也很歡迎嘛 對不對 我不是那一種 哇今天講這一檔 明天換那一檔 你看我節目 哇 一個禮拜講了180檔 我不是那種分析師 我也從來不用黃貼紙 立可白 我都打開來給你看 每一天讓你印證 從開始起漲到漲完 哇 真的老船長一倍多了 別的分析師喔 立可白 黃貼紙 圖啊貼折啊 哪一檔 他告訴你要發動了 你看了半天 因為都貼住了 不知道哪一檔 他好用騙的 你還在看這種節目嗎 下一次這一檔到底有沒有拿出來 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你如果是阿呆瓜 大傻瓜 笨蛋 你就繼續怎麼樣 看那一類的節目 我這一種 不怕你驗證的 我每一檔股票 我都打開來給你看 而且我告訴你為什麼會大漲的原因 但是要賣出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通知你 我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不可能你跟我的會員賺的一樣多 然後不用交會費 天底下沒有這種事情 OK 好 那麼今天給各位一個課題 大家去查一下代號4745的F核付 它所發行的可轉載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轉換成股票 答案是3月幾號 你趕快去查 因為這些是你不懂的 你並不了解這些手法 跟現在時下最流行的做法 你完全不知道 你是看了我的節目之後 那麼生技股裡面 很難得有這麼機優的 很多人都不認識這檔股票 它還是中國兩會的題材股耶 也是我在這邊公開讓大家知道的 有一天 我看很快的 洗完踹完散戶之後 往上噴出的時候 又再來一個波段的時候 我真的希望你喔 不要後悔莫及 因為一檔好的股票 又要發行這個可轉載 不容易啊 各位觀眾 太難啦 千載難逢啊 唉 我來啟發頭顧9年了 1 2 3 4 5 6 7 8 9 第9年了 我要求我的老闆 我說啊 我在公司9年了 可不可以喔 給觀眾朋友一個機會 給大家一個9年 因為我在啟發頭顧9年 一個最棒的專案 讓大家都可以怎麼樣 跟我們的會員一起來賺 我的老闆說沒問題啊 你在公司9年了 我不是那種每天在換 投顧公司的分析師啊 我的穩定性非常之高啊 電話在旁邊 慶祝我來到啟發 投顧已經9週年了 我特別在這一集 要結束的時候 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如果9週年 這樣的一個大優惠 你沒有辦法 跨入這麼簡單的門檻的話 是小弟的不對 那是我的錯 我打嘴巴 但是你一定要撥通電話 因為這個優惠 一定是史上最優惠的 各位也知道 我平常絕對不會什麼 推什麼專案 真的是9年了 我希望下個波段 你跟我一起來大轉 你準備好了嗎 電話瞬間會報現 因為你們終於等到老船長要推專案了 而且是我在啟發投顧 9週年最大最大的專案 我們老闆一定要給我這個面子 所以電話你直接撥進來 一定負擔得起 負擔不起 我的節目以後你不要看 因為我講話根本就是放屁 你聽懂了嗎 如果你準備好了 這個電話一定要撥通 把握住唯一的一次機會 現在開始撥打 今天的防災演習 真令我大開眼界 有空中飛人拯救災民 還有像太空人的叔叔 處理輻射污染 大家都很認真的做防災準備 老師說 我們也要做好準備 才能保護自己 也保護家人 地球變熱了 天氣變怪了 我們要隨時準備 才不怕各種災害發生 多準備 更平安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第八角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好玩 精品家具 一次都不能買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處走 縣陣實施中 吹氣體啊 享用氣體啊 吳昏豬 民生細紙線上的最亮點 細科站旁的帝王捷運宅 稀有的超低公設筆 室內空間大 眼見為平 環宇首席 不能死 了 離職